东东东东 三 东东东东 东东东 科 óo Dream-E-Skip yap 你好我是 психó 我是 Shooshkina 我是Shan Gen again 那今天我要 milli рас 我们从来没做过的歌手 那这个歌手其实一直都有人 安利 然后有人在 Private Message 我们叫我们做 保障男孩 梁伯 这世界以来 这样多保障男孩 一个人多的 男明星出来 他就是保障男孩 每个都是保障男孩 我也是我妈妈的保障 OK 所以 可是梁伯 之前我其实有多个影片 我有讲过 我其实蛮喜欢梁伯的一些歌曲 那我接触他的歌不多 我第一首接触的 其实就是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首 《日落大道》 那 话不多说 那我们直接就来看 我们第一次看的 我们的频道第一次看的两部 《日落大道》 我第一次看的是《中国好这里》 看他冠军了 第一节啊 那一节 编曲、字曲都是 都是套 《中国好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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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梦见 云村之上 飞过自流线 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 带着装不下的青梦 匆匆的感染 我再想一遍 我再想一遍 想一遍 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 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南方 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南方 我们哭泣 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南方 每当黄昏阳光和所有的悬崖 我看到夜的黑暗 我看到夜的黑暗 晚风吹过金色上海 海边的蔓延 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 我 powir prot给水 爱死无家似阳号 木桑 苓北 路上我看见 这里无人眼 无人眼 roller 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 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半 每当黄昏阳光所有都旋转 你看那阵光多阳远 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 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半 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旋转 我看到夜的黑暗 哇 奔跑著在這條路的中間 哭泣著在這條路的兩端 每當黃昏陽光把所有都懸染 我看到夜的黑暗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這是跟我們reaction 頻道常常看的歌曲 很不一樣的一個感覺 聽了什麼感覺 他不是來比賽的 我印象中梁柏在這一季的歌手來 他唱的歌類似都是這樣子的 都不是來比賽的 他的風格都是這樣的 他也沒有特定要為了那個節目比賽性質而去做一些經濟性的技巧或者是編曲 都是這樣子喔 就是很有氛圍感 跟那個很陶醉的那個氛圍裡面 我印象中啦 我對這首歌 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的那個副歌 那一個 旋律喔 是很讓我印象深刻的 而且他的副歌都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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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樣 唱著下去的 他不是那種一整句 有一個好像尖段式的旋律啊 讓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是他這種 沒有唱歌的 那個 音樂玩很久的那些表演 我記得他在這季好像有幾首歌都是這樣的 就是他音樂玩很久 他其實已經唱完了 只是音樂一直延續在那邊 那我覺得 在一個經濟類的一個節目喔 有一個這樣子的風格的參賽者歌手啦 我覺得很好唄 因為歌手喔 想當年大家都懂 歌手就是 最高音 最高音是誰就贏嘛 對不對 以前有什麼鄧紫棋啊 所以全部大家都來比高音的 可是 有一個這樣子風格的歌手 除了他還新鮮之外 真的是 觀眾也不會聽覺疲勞啊 就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break 然後讓大家好好欣賞音樂 更欣賞好的歌詞 好的曲 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剛才其實我聽到差不多 要睡著了 因為太舒服了 不是累而睡著喔 好聽得醉了 是醉到我喔 我真的 如果閉眼睛啦 我怕我會睡著 所以我不敢閉眼睛 就是看著看這樣子 我覺得很舒服很好看 對我來講 梁柏他就不是一個藝人喔 他就是一個音樂人 他是音樂人 一個藝術家 所以他去到哪裡喔 他都很秉持自己的行事風格 包括他剛開始在好聲音的時候 他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他就不論別人怎麼炫技 他就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完成 結果他就拿冠軍 拿冠軍 因為我也覺得說 有時候 當然我們去比賽還是什麼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娛樂效果 但是如果我是一個音樂人 你有本錢 你可以這樣做 當然也可以的 就是你可以堅持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有一些人可能沒有一個這樣子的紙本 比方說你可能你沒有這樣紅 你不是梁柏這樣紅的歌手 可是你出來這樣子的節目 像你是不是就要炫一些東西 你要讓人家看到你 我覺得梁柏就是完全靠個人魅力 跟那個音樂給你的 給大家的一個氛圍齁 然後去讓大家喜歡他 認識他 他得到他的一群的觀眾 我覺得對我來講 感覺有點像 早期的 華晨宇這樣子的 因為我覺得 就是他能夠用他自己的魅力 用他自己的形式風格 去找到 喜歡他的人在哪裡 然後對於這首歌 我是很喜歡的啦 我是很喜歡這樣子風格 這樣子類型的歌 然後叮叮叮可以玩很久 一直重複很久 基本上咯 他的chorus 就在輪個一百次 你都不覺得怎樣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一直這樣子而已 然後你就一直 你就一直 你就喝一杯酒 然後就跟朋友聊天 然後但是有一個 我覺得不好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當你要出來做表演的時候 當你要出來做 不是表演 你要出來比賽的時候 這樣他 對於整個節目是好的 但是對於你自己 他就會變成有一種 OK 好 你要拿這首歌來比賽 然後我們就會 我們就 當然也沒有說 你一定要唱很高音 而是說 整首歌 要帶給人的 那個表演是什麼 這樣他的選擇就是 他就是這樣子的 那我覺得我欣賞一個這樣子的性格 就是 我就是堅持我要這樣子做 哪怕 全部人都覺得 你這樣子做一定會很吃虧 他還是覺得 我就是要這樣做 我就是要給你聽 我這首歌的 要的感覺是什麼 帶給你的氛圍是什麼 這樣子 我最欣賞梁博的是他的態度 我覺得他這樣子的一種堅持 對他自己的音樂的態度 跟這個堅持 是我非常欣賞的 因為 講真 世界是現實的 對 我們的環境是現實的 你總得要考量各種不同的因素 那當你在考量不同的因素 你想要去得到某些成果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做出改變 你就必須要 可能要妥協 要犧牲 可是梁博給我的 我不知道現在的他怎麼樣 可是因為我聽的都是他幾首以前的歌曲 我覺得他的態度跟他在表演上的那個狀態 他是有一種不妥協的一個精神跟態度在裡面的 我非常喜歡這首歌曲 是他這樣歌詞寫的 我覺得我 因為我不是很有錢 可是我就會去幻想那個畫面 我就駕著一輛跑車 在那個延綿不絕的公路上 然後有風吹的 開篷的 然後就播著這首歌 西洋西下 然後一直夾著那個奔馳的 給我的那種舒服的感覺 他帶給我這樣子的一種幻想吧 然後我以前也是有提過他很像Sade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來聽 Sade 不懂你們懂嗎? Sade的一首BioSight 也是這種感覺的 我覺得這兩首都是我很喜歡的歌曲 然後 希望 因為你看看我們中國好聲音 這麼多屆的冠軍 我不要評其他的冠軍怎麼樣 可是張碧城是應該是還很活躍 還很紅的 那梁博是應該也算是還有知名度 大家如果是梁博的粉絲可以告訴我們 近期梁博有什麼新的作品啊 也可以介紹給我們 那我希望他可以繼續秉持他 他自己對音樂的這個理念 好好地繼續走下去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reaction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訂閱和分享 大家可以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有新的影片出現的時候就會通知你 同時呢要來支持我們的Instagram 和B站 為我們一切三連結充電 有能力也來支持我們的Patreon 愛發電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拜拜